大家晚上好 我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麽呢 一個既簡單又快速 真是很簡單 一個菜 就是什麽 灑菜心 鹿菜心 我首先就燒熟了這隻鑊 現在出煙了 我就關上它 現在出煙了 然後就釘一塊 這個薑片 釘兩三粒蒜頭 這樣呢 我慢慢和大家做 因為這個菜很快速 慢慢做 和大家慢慢講 大家常常覺得 炒菜好像我上一次 炒菜心也好 炒芥蘭也好 原來炒菜 清炒都要麻煩 雖然熟手 都是幾分鐘的事 但是 還有沒有更加簡單的 當然有 更加簡單的是什麽 煙菜 煙菜 你做得好的話 永遠都不會失手 永遠都是做同一個品質出來的 大家會問 煙菜 整天都煙到 很不可以 現在開大一點點火 因為薑還未出味 很不可以 整天都 味同雀臘 總是做不到外面那麼好吃 我現在就和大家分享一個 原來煙菜也有少許技巧 好了 大家現在看到薑和蒜 開始金黃了 OK 那 現在開始下水了 經過這個步驟之後的煙菜 我可以跟大家講 是比外面更加好吃 OK 加水 加多少 大概加1000cc 好了 現在開大火 然後 爆了薑蒜 我現在講一下 這個有什麽作用呢 就是和你炒菜的作用 是一模一樣的 你的綠菜出來 你完全不覺得它是綠菜 有一種香口感 為什麽呢 因為我爆了薑和蒜 一會兒 一滾就出了那些味 你又不是炒菜 但沒有炒菜那種熱氣 但同時間有綠菜那種清醇 OK 行不行 但又有野味 好了 這個時候 要調味 大家看慣我的影片都知道了 為什麽我的菜可以長清呢 就是因為我綠菜的時候 會加調味 一匙鹽 一匙糖 一匙雞粉 OK 好了 基本上我調味就是這麽多了 那為什麽要加 喂 煮菜都要加這麽多東西 是呀 那你又想嘗綠 是吧 又想更加好吃 那你現在 在煮菜過程當中 在水調味 但是呢 有糖呢 就可以保持那些醃綠素的 就不會消失得太快的 那那些雞粉呢 就有酵素的 那它的作用呢 就和你加了蘇打粉差不多 再加上少少油 麻膠 是吧 那就保證 一定保持 保證你那個煮菜呢 就是 常綠了 甚至沒有 誇張點說 放一晚 你都還是綠的 都不是 魚黃的 OK 行不行 好了 現在呢 就要煮滾它 那我就不妨礙大家時間了 OK 這裏不用看了 那 那 希望大家明白呢 有時候呢 菜式可以很簡單 但是呢 你想它好吃呢 其實要花多少少心思的 OK 那我這個煮菜呢 可以告訴大家 基本上 你去到外面吃的油菜心 沒有多少加 可以吃到 我現在 這樣和大家分享 這個方法的 野味 OK 行不行 那大家等一下我下菜的時候再說 好了 現在水滾了 煮了一會兒 那 就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下菜了 那今天呢 我就是用的是 菜心苗 好 其實這個菜呢 就很簡單 幾分鐘就完成 OK 即是大家不想開鍋 即是炒到我起火 即是像我炒到起火 那樣 那大家可以是 即是 即是 用這個方法 簡單點 今晚呢 我就是肉餅加這個油菜 很簡單 那綠菜呢 基本上呢 它一轉 所有菜葉都轉色 就可以吃得了 那如果大家想吃軟一點 就稍微 焯久一點 那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油菜其實是不用滾的 除非呢 你是想做母婭婆 即是你本身是母婭老 那所以呢 就要吃得很軟 如果不是的話呢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轉色 大家看看 是不是 很漂亮的綠色 好 尤其是菜苗呢 就真的不用滾很久 OK了 那 撈起它 很青綠的油菜 就是看顏色呢 都已經是很 就是很 這個 吸引人了 這個雖然是簡單的 但是都還有很多 小細節事項要注意的 好 譬如說 這樣 下這個調味之前呢 就要 倒乾乾的水 這樣按著它 這樣 拼兩拼 基本上就可以了 盡量乾一點 因為呢 它一定是保持熱度 其實呢 待會它是不斷地出水 OK 好了 這個時候又出動了 這個 什麼呀 這個 板 這塊板的石油 等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我做得志在一點 好了 去到這個步驟 完美呢 未 嘿 又是我這個 這幾天凍了 所以瘋了 下這個 秘技的時候 這個豬油 那大家會問 喂 我沒有豬油 可以不可以的 那下什麼 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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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油也可以的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稍微是 拌一下它 那我今天 我用一隻 小的碟 那所以呢 就拌得不太自在 但是呢 這個principle 那個 要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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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樣東西來的 OK 現在拌勻了 那些豬油先 現在不要說賣相了 OK 最緊要是拌勻它 好 大家會問 哇 你下這麼多豬油 好不健康喔 等一下大家看看 我怎麼做 健不健康 啊 好不好吃 大家到時 做了出來 跟著一起做 就自然有定論的啦 好 跟著之後 下醬油 下多一點也不怕 因為我等一下會做一個動作的 好 這個時候呢 我拌勻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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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啦 哎 我拿錯碟了 所以拌勻它 不太自在 這個時候 先問大家 我下很多醬油 很多醬油 是嗎 其實不多 因為我會倒出來的 因為我會倒出來的 最主要就是我會放這麼多 是因為可以令到它呢 就是整個菜呢 所有的菜都沾滿了 那些豬油 還有沾滿了 那些豬油 我只是聞到那個夾 這個夾 我已經覺得很香 好了 這個時候倒出來 全部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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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說 我會不會多油 和多鹹鹹鹹的頭 當然不會啦 因為這些不要的嘛 好 搞定 那 給大家看一下 質感賣上先 然後再總結 這碟這樣的油菜 棒不棒啊 可不可以啊 脆不脆綠啊 OK 這碟這樣的油菜呢 就 很簡單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和我起火的炒菜 一樣是這麼野味的 一樣是吃到有窩氣的 誇不誇張啊 大家去嘗嘗吧 很簡單的 大家煮菜煮得多 鹵菜煮得多了 嘗嘗一下 改變 又有豉油走出來 它出水 那這些豉油呢 我又倒了它 最重要 我才加這麼多豉油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令到它每一條菜 都要沾染了這個調味 不是要它很鹹 OK 行不行 好 希望大家呢 跟著一起做呢 可以獲得一個 又簡單 又快捷 又野味的 我叫它做什麼呢 家鄉拌油菜 我們鄉下就是這樣做的 好野味 好正 好快趣 OK 不說了 吃飯了 拜拜